穿淺色西裝外套邊走路邊講電話的男子 就是精湛負責人李彥廷 十三號一早七點四十五分 現身大樓住家外 準備要跟律師碰面 十點要到法院開擠壓庭 十點鐘一到 時候的媒體鋪了空 因為李彥廷跟律師 從另一邊的門進入法院 而這場擠壓庭是檢方八號 居提李彥廷 一違反實安法生涯 法院當天裁定他以八十萬元交保 檢方不服抗告 高雄高分院發回跟財 至於前一晚九點多 李彥廷才從法院離開 被當庭釋放的精湛負責人李彥廷 在律師的陪同下還原逮捕過程 對遠景逮捕程序提出質疑 也否認關機搞失蹤 李彥廷澄清 十二號一早七點多 就跟衛生局通話一小時四通 之後家人身體不適 電話有漏接 協助家人就醫之後 馬上就回撥給衛生局 接著就在前妻的住處外 車停路邊遭遠景帶回 8點33到8點50幾 通電話大概四通電話 至於怎麼會在蘇丹宏風波爆發之後 與妻子辦離婚是脫產嗎 現在被指控是蘇丹宏幕後黑手 李彥廷也發簽字文聲明 集團確實是家族企業 大家所謂的十家公司 一般企業經營 有關係企業是常態 也提出產地出貨為有色塑料袋 質疑不能排除有非人為的 二次污染之可能性 最後深深的向大眾致歉 而生壓停 最後的結果是 李彥廷 集牙警見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